现在许多大国都背负着巨大的国债,就美国而言,他们的国债仍然在持续上升,如今他们面临着22万亿的巨额国债。 这对于每个美国人而言,都有巨大的压力。 所以,许多网友们纷纷为国家献计献策。 有的网友提出,干脆卖掉蒙大拿州,用来稍微减国债的压力。 这一计策提出后,很快引起了轰动。 许多网友都表示支援。 蒙大拿州位于美国西北部,别名为财富之州。 主要经济产业是农牧业和采矿业,面积为38万平方公里。 是全美50州中,排名第四大的州,人口90多万。 其中包括90%的白人和少量的拉美裔人。 非裔美国人和亚裔美国人等。 这里相对于科技发达的全美国而言,显得有些低调偏僻。 著名的黄石公园,就坐落在蒙大拿州。 它被美国称为世界上唯一的神奇乐园。 蒙大拿州并没有受到美国重视。 美国的海军力量十分强大。 所以它们的战舰和核潜艇,都是以州的名字命名的。 蒙大拿州作为美国的一个州,本来也该有份的。 但是因为某些原因这个州的建造计划,却被取消了。 这样一来,全美唯一一个没有命名过核潜艇或战舰的州出现了。 对于美国而言,蒙大拿州用处并不大。 所以许多好事的网友,就提出把它卖给加拿大,开价为一万亿美元。 而卖给加拿大的理由也比较奇葩。 那就是该地有许多加拿大的国寿。 对于这次请愿,蒙大拿州当地的人们,也是出人意料地表示同意。 很显然,他们更愿意归入加拿大籍。 他们认为在加拿大还会受到更大的重视。 最起码医疗方面有了保障。 当然加拿大人们也是十分乐意接纳蒙大拿州的加入的。 直到现在,这次请愿的请愿书上,已经有超过6000人签字了。 如果数量持续上升,或者这次买卖会成为现实。